世界性的一些专题 来跟我们分享 来我们邀请我们的SK老师 晚上好 事不宜迟 我们就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欢迎大家又回来了 我们的第61场的 Ptonic平台 深入了解 就是更深入了解Ptonic 自从我们从2023年 就是去年3月开始的时候 非常感恩大家花宝费的时间 在每一个星期三 8点半晚上 都来聆听我们这个Ptonic 了解这个产品 但是最主要的话 了解这个产品 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自己自身 还有帮助更多人 还原他的健康 好 当然还没开始之前 那我简单是我介绍 我叫SK丹 然后我很专注于做这个 大脑性质 还有这个健康的宣扬者 然后最更重要的话呢 就是我在Ben Great的 让你容易记有名字 这是我自我介绍 SK就等于10个高丸 好 这边针对一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去深入了解Ptonic 因为我做每一样东西 都是从大脑出发 我是叫做大脑的应用者 就是Brain Appigator 然后从大脑的探讨 这个它的功能 也可以知道 可以做很多创新的 使用 然后最重要的话 当我自己本身健康 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开始去检讨 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我要靠 为什么要靠 专业来帮我解决 而不去探讨 市场上有什么自然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 当然从一个电脑的专家 所谓的专家 我从事电脑行业26年 慢慢进入这个 所谓的Cenow 也深度了解 科技很重要 因为科技可以 给我们方便法 但是做科技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那个科技 一定要了解 它没有符合助澜 所以我就有这个名称 你看到下面的话 叫做Technopathy 就是科技 当然我也是很重视的 就是它一定要有 自然的疗法的功能 所以Ptonic就是刚巧 符合了这个要求 然后Seed 什么是Seed呢 就是我自己自创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 学习方法 怎么样把我们的身体还原 好 当然这边 我们要先声明 Ptonic是一个教育平台 在推广这个Ptonic 神奇的医生剧 不过我们这边 要先声明呢 就是不要完全 只相信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鼓励你 从你们得到的信息 就是从我身上 从Ptonic的平台 得到的信息 请你一定要去做 征求 见证 假设 所以说大胆要假设 小心去求证 得到一定的效应 因为我们希望你会有用 你善用你的知识 你的了解 还有你的智慧呢 去做明智的选择 了解Ptonic 到底怎么样可以帮助你 好 进入这个是第二场 我们上一场的话呢 我们就了解这个Ptonic的 就是说解读这个健康 健康的灵丹妙药 这是这个Pub 1 这是第一场 我们有讲它是什么产品 它代表什么意思 如何解读呢 为什么Ptonic是个液体状 然后它在市场有多久了 然后这样久的话呢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听过 这些都是我们 给大家意义的解决 你心中的疑问 因为Ptonic 的的确确是一个 非常棒的产品 而它的存在价值 不是只是近时近日 很多时候 等下我深入跟你们解释 跟特点的话呢 我们就强调它的特点 比如说它没有防腐剂 不用放弃写出冷藏里面 去冷藏 然后也不用冷冻 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对大家的胃 有感觉不舒适的时候 为什么是酸的 这些我们都在上一个星期 解答了 假设你还没有听过 或者不了解 请你看我们的重播 YouTube的重播 进入我们群组的话呢 我们的群组呢 就会给你看一下 从第一场到上个礼拜 第60场的话 给你全部 这个就是Ptonic有关的资料库 好 请你我们进入第61场 是Park 2 就是第二场 解读这个Ptonic 我们就泄密这个Ptonic 解读健康的铃铛 妙药 当然我不断的强调 自然科学 科技自然 我们都是强调生物医学 生物科技 生物的东西呢 就是它本来就是 它自然去操作 它应该做的东西 而我们的针对就是GIN GIN也有分很多种类 有CGIN 大家都知道 它有千千万万 甚至过亿种 我们的GIN里面 一直有不断强调 CGIN的世界 就跟人类一样 有坏的GIN 有中间 它不会去思考 它是更多大群组 第二呢就是好菌 益生菌 当然 有细菌 也有些是好氧 是喜欢氧气的 有些不喜欢氧气的 当然我们正对的就是 我们希望 我们滋润一些氧气菌 在我们身体里面 不要跟我的身体的细胞 抢氧气 或者抢脂炎 分种类的话 就太多种了 但是 我有这个福气 在2008年的时候 就了解 这个所谓日本人 叫Dr.Higa Dr.Higa呢 他是本身呢 是改变这个 大家对 细菌的认知 当然一生菌 好早就有了的 不过真正的起源呢 就靠Dr.Higa 他就开始研发了 所谓的 友谊菌群 他为什么 做友谊菌群呢 因为本来 他是研究农药的 他发现到 农药不只是 破坏地球妈妈 杀掉了很多细菌 甚至呢 也破坏了植物 在后续的话呢 破坏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 那个生态链 然后甚至 弄到自己生病 所以他就开始研发 细菌 而叫做EM EM的华语简称 叫做友谊菌群 就所谓 我们今天可以叫做 一神菌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因为我讲过了 Technopathy呢 就是有自然的功能 但是结合了科技 我做一个简单的 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我有这个机研 去了解 Dr. Higa 所做的每一个活动 就在山东里面 山东高原这个地区 他们喜欢吃猪 他们就做了一个 叫做EM发酵床 零排放 然后养猪场 怎么说呢 你会看到周围 整个建设 是单单纯纯的一个 石砖的建筑楼 没有排泄系统 只是开了很多窗口 因为而且他们在模拟 猪应该养殖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周围是完全没有 排泄系统的 没有排尿的 没有排分辨的 什么都没有 单单纯纯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设备 但是里面猪要什么 猪很喜欢他杀 所以他们就在放木屑的时候 振了很多这些一生菌 然后杀上也是 放弃了很多这些一生菌 为什么呢 当初只要一个动物 就像我们这边讲猪 他只要排泄 不管是尿 或者是分辨 很自然的话 沙土里面 还有这些木屑 他就很自然用他一生菌 就把这些 所谓的分辨和排泄物 变成肥料 你可以想象一年过后 这些他们会再重组过 怎样呢 把它回收 当着肥料 种植在种植叶 就是这样简单罢了的 当然你会看到在右边那边 食料里面呢 他也用了很多一生菌 他也放水里面给他一生菌 所以这些猪呢 他一长大的时候 被就是来宰杀 后来养殖小母猪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完全是没有异味的 我要告诉大家 只要空气流通 这个环境里面 是根本不会担心 有很多坏的吸睛 导致那个环境会发臭 完全没有 你不相信的话 我也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去过泰国 去游乐的时候 尤其你是乡村的地方 你去到他的厕所 看起来好像很肮脏 但是完全没有异味的 他们的河流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丢了很多 这个Docpe Higa的一生菌 他们就一样在这个河流里面 所以想象如果种植叶 种植叶 畜牧叶 或者是环境 都只要有很大量的一生菌 我们的环境就变成很优雅 这样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吸的氧气都会比较干净 所以这个就是一生菌的重要性 好 当然另一个我们这边要强调 我们针对的是Pitonic Pitonic这个神奇一生菌 为什么我们强烈鼓励 你一定要空腹喝 你看如果你真正了解 你去市场的话 一生菌可以空腹喝的吗 大部分人不了解一生菌的话 他会跟你讲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到 你吃下去的时候 很多都是浪费了的 因为胃酸 但是偏偏我们的一生菌 它的液体状 本身就带着一个PH值 就是3.8 我要强调 我们吃什么东西 我们的胃一定会发生胃酸 这个胃酸可以低到1.5至3.5 所以胃酸越高的话 它的主要环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 这些食物呢 已经把里面的坏菌跟它干掉 好的一生菌就可以活下来 所以变成了 它很轻松的 可以进去我们的肠道 偏偏我们的Ptonic符合科技 肾物科技 只要你喝下去的时候 我的肠胃 尤其是我的胃 他发现到 PH已经是一样了 我不需要再做任何工作 我直接允许你 直到我的小肠 甚至到我的大肠 进口动工 因为大家注意 我们吃的东西 经过喉管 再经过我们的口腔 经过喉管 6秒钟 进到我们的胃 就开始消化了 消化的食物 只有靠我们的小肠 输送到我们 全部的细胞 还有我们的器官 剩余的20% 再经过我们的肠道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增强 这个吸菌的存活力 第二 我们食物呢 也少了干扰 因为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食物里面 有很多很多坏菌 如果没有把它干掉 或者是我把我每次的东西 都全部干掉 包括一生菌干掉的话 这样消化的机会 就是少了消速 少了我们 我们食物需要的一些质源 跟它完整整的呢 把这个一生菌 把它全部吃下来 另一个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在空腹之下呢 一生菌呢 就不用跟其他的生物 跟食物来去抢食物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吃的每一样东西 身体和脑袋 是不允许食物 保留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它是一定要经过 我们的胃消化 再经过小肠输送 最终呢 这些废物呢 一定要经过 我们的杠门 把牌出去 就是要叫分辨 所以只要我们 用真的空腹荷的话 这样它会允许 我们有更多 或者大量一生菌 可以很轻松的 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甚至在我们的全身里面 去防止 可以定止下来 而且去防止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就强烈鼓励 一生菌一定是要空腹荷 除非你的胃有特殊状况 在2023年的时候 去年6月 去年6月的时候 刚巧有一个很大的公司 它就开始推广 它的一生菌 然后你会发现到 它的一生菌 跟我们的比较 有一个很大 有天然之别 很大的差别 它们只有6种符合的菌组 菌组呢 就是菌种类 然后而且 它们特别特别得到 那些独家的专利 技术 它就有那种6种的话 就符合我们的小肠的 但是重点 你看我这边 有给你看一下 我把黄色的 就特别的针对一下 它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看 它们吃的东西 它们的一生菌 一定要在饭后吃 而不是饭前吃 不是空腹吃 是饭后才吃 它会告诉你 就算你有本事 在饭后 投入了1,150亿的一生菌 因为它们怎样衡量呢 它们不是靠菌组 就是种类 而是靠量数 数量 把它量化 你想象一下 它会直接的 很直白的告诉你 如果你吃我们的一生菌 一定要饭后吃 我再强调 不是空腹吃 是饭后吃 就算是饭后吃 150亿的 有益 那个一生菌 它们用CFU 就是colonial per unit 然后你会发现到 它真正有效的话 说起得到 只有30亿 看一下再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 20%的效应 但是如果你喝我们的 B-Tonic 我们是保证 几乎接近百分之百 但是条件是一定要 空腹喝 我在强调 只要你们随口 随时记得 B-Tonic一定要空腹喝 你就会得到最高的效应 你吃其他产品 它们不可以保证 讲你要有保证 你一定要饭后才吃 吃饱饭 你才吃我的一生菌 但是它不会保证 你有一定 100%最高的效益 在产除下 它们的菌类 只有很少量 不是很大量 好 E-Tonic 如果觉得酸 可以加水 或其他的饮料吗 这被我特别要警惕 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我的 因为现在大家 已经觉得 水越来越重要 我在上一期讲了的 我们细胞需要三个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水分 氧气 还有我刚才讲了 必须品就是一生菌 好 既然你肯投资去喝 B-Tonic 你会觉得 它很酸的 因为它是 它是口味上觉得酸 但是有一些人真的受不了 可以加水 喝其他饮料吗 好 这边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要讲 OK的话 就是RO水 我们叫做 滲透水 OK 就是R-reverse ormosis 第二种呢 就是蒸馏水 这个是比较少看得到的 再来的话呢 针对小朋友 你可以加100 plus 就是比例 是一对异的 大家记得 RO水 蒸馏水 100 plus 它们都是带酸的 它们的pH是属于酸性 如果你家里有一些特别的水机 比如说高pH的 高pH的就是 如果你有机会用仪器 或用纸张 我们叫limus paper 或者用pH的液体来测试的话 只要超过蓝色到紫色 你这边看一下 下面的图表给你做参考 7号是代表重力的 从8号开始 它都开始高碱了 高碱呢 就是它有很多氧气 然后我们的是带酸 BH值是3.8 如果你告诉我 哪个会赢 我会直接的告诉你 如果你拿高碱性的碱性水 然后喝 跟你的那个pH 那个pH 唱在一起喝的话 很对不起 你就把pH全部的精华 把它的精水 包括它的益生剂 全部给它干掉了 因为它需要在酸的环境之下 才可以活 因为它需要 我们叫做无氧的活动 所以如果你特意的话 我吃了pH 快快喝几杯水 不是喝RO水 不是喝蒸馏水 不是喝100 而你跑去喝那个高碱性的水 这样你就浪费了pH 为什么呢 因为高碱可以中和掉这个酸性 所以我必须要鼓励大家 你们一定要记得 第13点 为什么每一次 每一次的peat tonic 如果我把它倒出来 颜色味道都不一样 大家要记得 我们走的是自然法 生物科技 每一个时刻的时候 动植的过程 尤其是原材料 它是更做季节性的 它也更做气候的 它也更做生长的条件 什么叫季节性 我那时候收割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下雨 就是直直的是 是夏天或者是很热 很少下雨 如果整天下雨的话 它跟榴莲一样的 榴莲下太多雨的话 榴莲是不好吃的 它一定要暴晒的 它一定要干燥的 所以水它当然要 不过如果你是天天下雨 去采割你的榴莲 肯定不好吃 因为它影响到它的味道 还有它的颜色 生长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 我们都是用自然生物 也就是说我们用水果 尤其我们要的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黄泥 我们要的是白香果 passion fruit 每一次我的种植的话 没有人可以保证 口感是一定一样的 没有保证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可以跟你保证 我出的产品 每次的味道 都是固定一样保值的话 这样我会告诉你 这个不是自然的产品 它是经过特选 除非它是有 它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green room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玻璃物 这是专门种植的 比如说你问我的话 你要有高品质的大麻 我是讲大麻 做一个粒子化了 大麻的话 如果你有玻璃物 你就可以保证 统一一致的口感效果 为什么 因为它经过严格的管制 我们叫SOP Protocol 来去制造的 但是像我们做的是 自然的东西 我们要靠的是养那个益生菌 而不是养那个味道 也不是养那个颜色 所以原材料 它一定不一样的 还有第二个 发酵的过程 也是一个条件 为什么发酵呢 因为发酵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盐材料 给它去复制 有要有一身盐 要有酵素 要有其他的矿物质 这样我们的一身菌 才活得好吗 它需要糖分 它也需要盐 为什么 有这些足够的质盐 它靠温度 它也靠湿度 我们叫humic 也靠那个发酵的时间 会导致我们的产品的效果 会来得越高 所以当然你问我的话 真正如果知道怎样管制 发酵的越久 是越好的 我们的发酵过程 都是固定了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那就是盐材料 还有当然可以控制的话 就是温度 湿度 还有就是发酵期 还有存档 讲存档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我天天去包晒 这个一身菌 就算是活的 它最终也是会影响到 因为吸菌 是要靠热能的时候 就是热 它才会开始启动 你不相信的话 为什么你会有血肠的冷除 就是因为 如果你有一条鱼 你不想它臭得太快 或者是开始孵化 你要把它放在冷冻里面 这样你才可以让它 我们叫做冬眠 或者是让它发酵的比较慢 这个就是peatonic 为什么颜色和味道 每次都可以保证一样的 这是就是 为什么吃peatonic 每次有不同的味道 这个就不一样了 有时咸 有时甜 有时酸 有些苦 当然大部分是没有感觉的 如果你的身体的体质 比较差的 或者是比较敏感的 或者是 你是随时喝起来是好喝的 这个是跟我们的器官有关系 那感觉 口味的感觉 因为是跟舌头有关系的 如果你真正了解 医学 尤其自然医学来讲 我们每一个舌头的部位呢 都有代表着 跟我们的器官有联系的 我做一个更明显的话 这是之前我们有一种产品 你喝下去的时候 我是来给你检测你的身体 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这个呢 是特别的 是一种高减的食物 你吃鸡口味的时候 你不要吞下去 你就涵盖你的舌头 突然间它会展示出来有苦味 有苦味呢 就是反映出来 你的肝和胆的功能低弱 我们叫做功能切佳 如果你吃到这么酱臭的 好像鱼蛋胃 那个鱼腥胃 或者是臭蛋胃 这代表你的肾脏 还有内分泌出现的状况 如果你吃到酸酸的 这样你要注意小肠 可能心脏有问题 有利子未退 当然这个不是反映出来 是特别针对的 不过的的确确 有一些人喝了之后 会告诉你 怎么你喝的这样好喝 我喝的这样酸 为什么有时候喝到的时候 通常酸的状况比较多 这反映出来它很心脏 有挑战 或者吃的时候 有时会带一些 这么那个色色降重的 因为你的肠胃不好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B-Tonic是一个自然产品 因为它处于一个状况 是属于高能量 当于高能量的时候 它就对我们身体的反应能力 会比较敏感或者比较高 当然你是特殊指定的产品 它会更明显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初级那个味觉 而且这个要强调的是 它只是初级 因为当你喝的越多 K-Tonic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是 毒素越来少的时候 或者是你某某的 血管本来变苦的话 后来以后就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感觉了的 而反而越喝越好喝 然后色色的烙味 这些完全已经没有了的 那个是初期的时候 一天K-Tonic 我们可以喝多少呢 喝多了会怎么样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饮料 而且是有精华的 当然如果说那些比较担心的 或者是慢性疾病 比较初级的 或者常去吃药的 我们通常鼓励你 是三天吃 每天吃三杯到五杯 准则呢就是一杯是50ml 当然用在小朋友的话 你可以减量 没问题的 就算你把它当大人 这样喝的话 也没有什么大疑问 假设你身体越来越好了 但是还是严重的话 我们会鼓励你喝两杯到三杯 如果你要做预防 为了不要让你的身体 出现任何状况 你要做很多预防工作 或者是要保持身体健康的话 一杯两杯 就是总共50到100ml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初歌 就是你刚刚再吃 我通常会鼓励你们 你们的准则呢 就是以三个月为准 更好是四个月 因为如果你了解你的血液的话 你的血液是循环 就是生产从骨锤生产的血液 直到它要完蛋 就是要开始淘汰的时候 在背心的血液取代的时候 它的寿命其实是十个月 就是121天 所以我们就通常鼓励 当然对一些人 他讲我没有这样的耐性 你叫我越少越好 当然是要处于看你要怎样合法 这边只是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记住一些试的话 我们通常会看到 有一些人用一些能量的测试机 去测的时候就知道 他的身体的益生菌够不够 甚至你可以从那边也知道 如果你的益生菌不够 你吃的东西好像需不受补 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分解 益生菌不够就没有办法去缩起 足够的维他命 尤其是维他命B7 维他命K 这些都很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讲 你不够维他命去买B complex 你不够维他命K 你去买维他命K来吃 那个固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通常都知道 在药房剂有超过80% 它不是自然产品而生产的 这个你用你的想象力 只是我这边强调是 你从你食物里面 如果你足够的一生菌 它就跟你分解 它会回收 你不够B1 它给你B1 你不够Vitamin K 它给你Vitamin K 你的氢分子不够 它也会制造那个生产 那个氢分子 但是条件是 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刻知道 很多人需不收补 是因为小肠受伤了 所谓的小肠受伤呢 就是他在他的小肠里面 养了很多不健康的细菌 我们叫做小肠细菌 过度生长 症 英文简称CBO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有一些不是菌 而是黎菌 增进 叫做Funger Overgrowth 从能量学来讲 也是可以知道 你的小肠的能量 高还是低 可能甚至会进入你的发炎 假设一个某某人 他的身体是比较严重的 而他感冒险的 比如说慢性疾病的 严重的 癌症病人的 做了化疗的放疗的话 我们都提议每件一瓶 一瓶是500ml 每一个小时50毫克的话 毫升的话 就是一小杯 这样你总共喝10次 就是每 喝在10个小时里面 每次喝一杯 当然同样的 假设说 我可以快一点吗 可以啊 你自己调整你的时间表 但是我们鼓励你 可能一个小时 每半个小时 喝一杯 就是一个小时里面 喝两杯 这样你可以减缩短 你的时间表 因为要注意一下 它不是化学物质 它是食品 讲喝是由你决定 当然我们希望 你要得到最高的效应呢 一个小时一杯 是固然最好 如果真能感的话 就是一个小时两杯 每半个小时一杯 也会得到很好的效应 好 Bitonic可以外用吗 这个就是它的另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你没有看过任何益生菌 可以在外服的 这是可以做外面的治疗 我们的可以 你可以看到这个病患 中年的一个男人 他诊断了有严重的糖尿病 他几乎要戒指他的手指 他的戒手 戒指手术 然后他测了一生菌之后 尤其是Bitonic 你可以看到 他戒指之前 一直又喝又碰 所以饮用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14天里面的改善 最终26天到62天 完全会看到 他已经复原了 当然我刚强调过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投资什么 更重要的话呢 一定要耐心 还有当然我这边强调 一定要相信Bitonic 他不是神奇 但是他是真的可以帮助 你把你身体还原 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 糖尿病的是脚 中年的也是一样的 他已经臭到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这样真的了解 糖尿病就是 你血里面有太过多糖 就养了很多坏的菌 所以导致呢 最终你的肉就会快快的腐烂 但是他喝Bitonic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什么以前臭 现在更臭 可能是积积的臭 就是可能本来是一级臭 变成两级三级四级 甚至十级臭 大家记得你千万不要恐慌 你喝Bitonic是在排毒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聆听过的话 我们都了解 自然疗法里面 很强调的是轻调补防 你身体本来讲究没有什么的 突然吃了之后 喝了之后 你突然发现到 我的身体这么好像比以前更糟糕 因为那个是短暂 把你身体 用最快的速度 把你身体的排毒系统 就是你的排毒的器官 肝脏 细胞 血管 都把它排出去 所以这个女士呢 在五个月到六个月之后 她的脚就完全 溢和了 完全好了 你可以看到很严重的时候 就慢慢就好了的 好的机会一定有的 是我学生的 妈妈也是严重糖尿病 她不小心割到手指 因为切菜的时候割到手指 所以割到的时候 甚至医生用了那个 内固醇 Steroid 插上去也没有办法 她问我怎么办 大量喝医生菌 也大量喷那个Bitonic 喷的时候 一天喷到一次 喷几次 得控就喷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在五天过后 你可以看明显的到 她的这个手指已经还原了的 Bitonic用在手指 用在脚 我都看到成绩的话 可以用在眼睛吗 可以 你可以做一支Bitonic的饮料水 当然我不鼓励你用这样大支的 你的 你的大概是放一两个ml在里面 逼完了就再添加 逼完了再添加 因为你要记得 一生菌 无论如何 都会跟坏的菌抢食 我们不希望你做了一大罐 突然感觉 它的味道变了 或者没有效果了 所以你只要做一小吃的话 拿一滴眼睛 它可以让你的眼睛滋润 如果你怕你有cocoma 就是我们家的 那个 清光眼 当然我不可以讲 它可以异一清光眼 我先讲明 我们不是来异的 我们只是跟你减少 或者软慢 这个发炎 或者是软化它的恶化 或动能 但是如果你讲 我有白内脏 如果你是出击的话 你会看到 它们有明显的改变 因为 刚刚我说过了 Pitonic的一生菌 它会在里面动工 它会用它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能量 把你身体的毒素 给它排掉 下来一个呢 就是Pitonic有 113种的一生菌 如何证明 好 这边我先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这个是秘密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 很明显的验证 就是 这是从Dr.Higa来的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它的初歌 它的壁祖 就是从Dr.Higa的 EM1开始的 2008年的时候 我已经接触这个 是做环保的时候 由于一生菌 它的具体是很小的 你要用很精密的 显微镜 才可以看得到 当然 如果你 那个菌母 那个母公是从来来 从Dr.Higa来的 它当时呢 它不只是 它只是针对在呢 那个畜牧业 还有就是那个种植业 后来它发现到 可以用在人体的时候 它就开始制造了EMX 后来叫做EMX菇 然后很明显的话 我们的延伸从来来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对Higa可以说的东西 就是有三大类 有酵母 有我们叫做Photosynthetic Bacteria 就是光合菌 再来呢 就是Lactobacillus 就是Lactoacid Bacteria 大部分你会看到 在市场所卖的话 就是在第三组 Lactic Acid OK 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这样的 像早前的时候 Dr.Higa 20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它拥有的呢 只有83种 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员 一直研究 就提升到113种 但是人员还是从这边来的 OK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它不用 你不用担心它的来源 当然 我们也用很多很多的资源 去做了很多检查 就是我们去SGA检查 我们跟有关的部门 跟我们检查 要保证 这个Photosynthetic 是100%安全 可以使用的食品 好 我们怎么知道Photosynthetic 是活性呢 OK 为了见证 我们也做了一些 显微镜的拍摄 给你做参考 如果你会看到 如果你真正有一个 很强的显微镜 你会发现到 这些细菌都是活的 当然这些是一生菌 就是113种的 一些某某的菌 在里面给你明显看得到 它们是活的 它们是活业的 OK 而且它们的环境 一定要在pH3.8 是酸的环境之下 好 这样我怎么知道 它是好菌 还是坏菌 这样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也给大家做一个 很简单的参考 然后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吃的东西 是香的 而且会有酒精的 可能是酒精 可能是我们叫一的一的 也是酒精的一种 而且是看起来 很舒服的 又有高的营养价值 有维生素 有氨基酸 就是aminaic 又有感觉上糖 就是因为它靠的什么 它靠的是酵母 也靠的是乳酸菌 复制 所以只要发酵的东西 它们都是香的 好吃的 而且健康的 反之就是掉转来讲 如果你看到 我吸下去 这么这样臭的 当然臭有很多种类 臭豆腐虽然感觉是臭 不过它是不一样的 榴莲有些人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但是它也是可以难发酵的 只要发酵出来的是有香味 而可以吃得下的话 又健康的话 又干净的话 这样它就叫发酵 不发酵的叫做腐败 腐败一定会出很多臭 很多臭味的 很多种异味 而且那个异味的腥味 是非常难受的 尤其是我们讲那个ammonia 应该是叫氨 我们叫puitification 就是这种腐败菌 它会让到我们看出来的话 是很多问题的 我做一个更简单给你明白 就看面包为主 你看到很多面包 如果突然间发酵 而发酵的酵是属于白色的 通常它是属于叫做发酵 假设你看到的那个发酵 发臭的就是菌出来的 是黄色的或者黑色的话 这样我要警惕你 这些都是腐败的 而且它会破坏你的身体 甚至你吃下去的时候 突然间冒冒然 你会觉得我要卸肚子 再严重一点 你会呕吐 你吃下去没有感觉的话 这样就恭喜你 当然有另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是一个垃圾桶 我什么都吃 可能我里面有很多 好菌坏菌都存在 它可以压迫这个 我不否认这个可能性 我只是给你们做参考 就是发酵一定是香的 发烂的或者是腐败的 一定是臭的 就这样简单 当然所谓的暗障 就是你看到黑色的黴菌 或者黄色的黴菌 这样你要特别小心 这些都是毒的 你不相信你可以看一些花生 它发霉的时候 它会变成黄色 甚至黑色 这样你要特别警惕 不可以再吃了 假设发霉的时候 它是白色的 这样就恭喜你 这个发霉是很成功 而且是有很多健康的营养素 最后一个 P-Tonic会过期吗 OK 我先坦白讲 P-Tonic 你如果以一个一生菌 任何一生菌 它会怕三个东西 第一个 它怕高温 它像人体一样 人体为什么会发烧 只要我一开始 有很多坏菌在身体里面 它需要把我们的体温 极高 杀掉里面的那个坏菌 第二个 它怕高氧 因为如果氧气高的话 这些细菌是不喜欢氧气的 它是叫做燕氧 它就很喜欢在那个环境 活动下去 另一个 它就是怕光 所以看很多一生菌的时候 你拿去暴晒 你拿去高温 你拿去给它 接触很多氧气 它就完蛋了的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娇贵的 非常贵的 偏偏我的Btonic 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了 它有113种的菌 活菌 而且是活的 另一个 它是一个健康饮料 很多精华 它就是BH3.8 空负荷 直接进你的小肠 又不怕太阳 又不怕高温 当然我没有叫你直接爆晒太阳 我先声明 只是它不怕太阳 因为我们的包装 第二就是它可以耐高温 耐到多少度 80度 所以你一开盖的时候 只要你砸 决定30天里面把它喝完 你不用担心 我要放在血球里面 不用了 它保持一定会活跃的 一定是要液体状 又可以燕氧 而且燕氧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的续菌 都是叫做超级好菌 它不用氧气 它可以不用去 消化我们人体的资源 它反而是在里面 一直不断地跟那些坏劲打仗 打赢的时候 它会提高很多很多 我们的抗氧气 当然P-Tonic不只是针对 这个113种的益生菌 它还有其他的精华 就是有一身盐 有那个黴菌 有酵素 有B群 但是这个B群 不是我们可以提供的 而是水果那边缩取的 再加上人体里面 只要我大量喝这个P-Tonic 它会生产很多的B群 B1 B2 B6 和B12 Vitamin K 还有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是氢分子 氢分子是一个身体必然药的 我们期待我们要来健康的时候 每天都会生产12公升到15公升的氢分子 然后这更独特的就是 又可以内服 又可以外用 这就是P-Tonic的吞点 好 这边我只可以讲一句话 多多的补充益生菌 就有个坏处 就是大家觉得很贵 很多人会讲P-Tonic很贵 当然处于现在经济 很多人会觉得P-Tonic很贵 我也不否认 但是我也不会赞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要告诉 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来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这个是外面 他们在推广的一身进 那它用什么价格 我就不给你们做参考 我只可以给你看下 人家的进种 可以有到五种 七种 然后我们讲七种就好了 可以卖到365块钱 你就把它当作是中国的价钱 它也不是便宜 它只是七种罢了 它就卖365块钱 你可以乘0.6 0.6大概就是接近了 超过200块钱 只有三十条就够你吃 然后它里面有到 近内它讲151 这边不是我们可以强调的 然后它的产地呢 就是从中国来的 你看其他的 可以卖到最高是价钱是多少钱 就365是最高的 你可以直接看得到 他们强调的就是30条啦 30包啦 30克啦 然后又给你讲了多少量呢 我该讲过了 对我们来讲 CFU那个量 不值得一提 为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般超级的菌 就是这些细菌 益生菌 可以在里面抗战 可以在里面复制 只要我们给它足够的资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单单靠一个益生菌 丢去里面 它就可以做工了 而且你会注意一下 大部分的益生菌 让我强调了 它们都是属于乳酸菌 没有其他的掺杂了的 所以因此呢 到今天这个P2 第二场的话 我会跟你分享这个10个主题 希望如果你们需要再重复播看的话 我会把它放进YouTube 给你们再看这个重播 好 我分享就到此为止 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我们进入Q&A 感谢大家 Seven 麻烦你 Seven 在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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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 OK 非常感谢 刚才SK老师 真的是 从就是刚才Q&A里面 是分享了 关系到这个益生菌 我们的P2 益生菌 跟外面 各方面 价钱方面 值不值得 还有它的亮度 各方面的效果 都一一跟我们比较跟分享 是非常棒的一个 让我们直接一目了然 一听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 不会产生很多 每一天可能会产生疑问 又不懂问谁 现在是时机 今晚上看有谁 等下要问 我们就公开 让大家听了这么多 可能有一点 还不是很明白的 这边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这边 可以现场的 发问 可以就在 聊天室那边 写字 还是在公开室的 在空中这边 你可以按 就是可以公中的 发问 都没问题 OK 这样时间 的时候 现在是 这个时间 给大家Q&A OK 来我们公开室 让大家发问 OK 来请 再欢迎大家回来 Q&A 方法很简单 就是有两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我也鼓励你们 在聊天室 打你们的疑问 当然最好 因为这个是平台 是给大家的 来一起学习 我也鼓励大家 就直接开那个 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 或者是开视频 我们来个互动 因为这样 大家学习的 比较积极 而且大家都认同 就是这个平台 是给大家学习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 来解决每一个人 心中的疑问 我们可以开始了 有什么疑问 打在聊天室 或者开麦克风 有人可以要问吗 Mute已经可以开了 你们可以Unmute 可以直接开始沟通 今天来的人 好 我知道我是昨天 才把第60场的 那个问答题 才放上线上 如果你们有什么的话 你们可以重播 再重看 这一场的话 我也是会给你们看的 这边Jes有开麦克 要问问题吗 有SK老师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讲 那个胃痛 他正在发作的时候 他在很痛的时候 可以直接喝吗 Btonic 你可以直接喝 不过你喝了 可能会跟痛 然后怎么办 就喝多你温水 也是一样 大家要了解 大家我鼓励这样的 就算你喝Btonic之前 我要警惕大家 你要明白 为什么你胃痛 胃痛有很多个原因 其中一个 就是很积极的 现在很多人吃东西 都爱喝水 更爱喝冷水 我们从来不鼓励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跑去喝水 为什么呢 不管你喝什么水的好 我不管是汽水 或者是振溜水 还是那个碱性水 只要你喝水的话 你就开始吸食了你的胃酸 这样变成你胃酸更痛苦 会胃更痛苦 就会 会要用更多的时间 导致有一天 你一直消耗了身体的质源 你的胃酸就很难吸放了的 所以导致你会有胃溃羊 胃酸过多 好 我们讲胃溃羊的人 胃酸很多的人 为什么呢 吃的方法又是个挑战 很多原因的 我只是把它简单化的是 第一个 喝水 可以的话 禁止不要喝水 如果你真的想有够水的话 我们是鼓励两个方法 一是半个小时前 你大量喝水 半个小时后 你才吃你的东西 不管是早餐 午餐 晚餐 这个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你习惯了 你吃的东西太多干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鼓励 当你吃你的食物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你吃的东西进口 有没有60%是水分的 当然今天你问我的话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油炸的 煎炸的 很多东西没有水分的 都是脆脆的 好吃的 但是没有水分的 油性又很高的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身体 一定要有很多的水分 第三个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千万你有喝水 已经很糟糕了 你在喝冷饮的话 更糟糕 为什么 你吃食物的时候 有很多油 你保险喝冷饮 有些喝冰的时候 你本来胃要用37度 去消化你的食物 突然间 它降低到11度 从这个11度 要还原到37度 需要半个小时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读过科学 冰碰油会怎么样 油是液体的 会变固体 又在半个小时 还原的时候 在30升中里面 已经滋润了 超过一个亿的细菌 不管是好菌坏菌 都在复制的很快 因为细菌 细菌复制是很快的 而你不察觉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导致 你的胃一直要 发生很多的胃酸 所以有一天 你会突然间 我的胃很痛 这样你问我 喝peatonic可以吗 我当然讲可以 不过 你要承受 那个还原的过程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喝我们的peatonic 是帮你做救济工作 它就会让你先排毒 它会把你 脏的东西排掉 然后跟你还原 但是那个还原 很不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真正了解的 我们的皮肤是28天换一次 我们的每一滴血 是121天换一次 我们的骨头 是7年到10年换一次 我们的胃 是8天就换一次了的 所以你看 它在换这个过程的时候 很多人受不了的 所以你问我的话 可以喝吗 可以喝 当然你一定要小心处理 最好尽量喝多点温水 如果真的要的话 我反而刚才我讲过咯 你可能参与点100plus 减少那个问题 因为有刺激那个胃酸 让它的舒适和怀念 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明白吗 Jes 这样子的话是说 如果我喝温水先 然后过了差不多15分钟 这样子我再喝peatonic 又有别的功效吗 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我再强调是 当你喝下peatonic 你开始感觉不舒服 这样我会开始鼓励你 喝点温水 喝了peatonic过后 然后喝温水 不舒服你就喝温水了 你不舒服的话 可以忍受的话 忍 忍不到的话 喝多点温水 然后可以也是用那种 一个小时喝一次的 那个方式吗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OK明白 谢谢 不客气 因为peatonic针对味 是的确帮助很大 不过 那个不舒适的过程 是比较挑战一点 所以我鼓励 Jes 下个礼拜 第三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听 因为我会用 很多的比喻给你明白 人体的架构 跟我们平常 处理我们的环境 是怎么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还有其他人 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是你们学习的机会 大家询问 什么问题都尽量问 好 来 SK老师 美女好 我想请问 那个有的人 他发日气 他发日气 他那个 然后他就需要去刮 刮 传统的方法 然后用那个汤匙 然后刮 他说让那个杀出来 然后他就比较舒服 好像这样的人可以 是不是他里面太多度数了 肯定他的肝没有力了吗 他的肝 他的肝没有力了 他的肝阻塞了 肝没有力了 他的肝没有办法 没有半世界解读了 没有办法阻尽血循环 所以他有时会连肝脏东西 会渗透在那个血里面 所以他要靠外来 人家跟他做刮塞也好 跟他按摩也好 就是要用靠外来 甚至用一些科技 比如说穿一些特殊的衣服 就进血循环 或者去塞一下 我们叫做眼红外线 你要靠外来的方式 来跟他做排毒了的 因为他自身已经没有力了 这样像你看有些人 有心脏病的时候 他有心脏病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被打动了的 你要靠人家跟他做CPR了吗 这样的意思 就是靠外来的能力 来帮助他去还原了 这样子 这样子他们 我们可以介绍他喝医生剧吗 肯定肯定 肯定可以喝医生剧的 医生剧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讲针对性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 他的肝已经没有力 肝没有力是说 他整个身体里的医生剧 已经不够了 严重切发疗的 如果介绍给他喝 如果他肯 他对他也是有帮助 肯定会有帮助的 但是我要先声明 如果曾经有听过 一直讲的话 这种肝有问题的人 喝下去 他可能会酗酒 就会好像醉酒了了 他好像会 会有酥醉那种感觉 会喝醉这样 因为他肝已经没有办法分解 没有酵素来分解酒精 因为你喜不喜欢 Pitonic有一点点酒精 好像我是特殊的 如果喝太多的话 我会开始 好像喝醉酒这样的 包括我妈妈也是一样的 喝太多的话 我们好像有醉酒的感觉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讲了吗 他有很多挂沙 就是要把身体的血 那些毒素 一些是结晶体来的 把它排出去 但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循环太快 肝很感恩 你喝了Pitonic 但是他又从皮肤排泄出去 所以那个过度的时候 他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 你可能会有疹 你可能会觉得痒 你可能觉得不舒服 因为我们在加重他的排毒功能 所以你要明白 要解析的通透 就是要给人家明白 Pitonic不是药 它不会帮你像西医这样打下去 治疗一个问题 它只是在当下 让你觉得你考过 不过你没有考虑到后遗症 我们喝Pitonic的时候 它是从你的头到脚 需要拿你解决毒的话 它帮你解决 当然它会专注于 在最重要的那个器官 就是在这肝跟这大肠 对 肝和大肠 因为总是 哪里最脏脏的地方 先处理先吗 你家里哪里最脏脏 你不可能讲 我做最干净的地方 你一定是处理 最脏脏的地方吗 是 是 对吗 眼里就是这样罢了 OK OK 谢谢 不客气 还有其他人有疑问吗 今天能做 三个礼拜的解答的疑问 你们可以问 或者是你们心中有什么 某人有什么挑战的 需要分 需要讲解的 或者方法的话 你们可以问我 SK老师想问一下 来请问 当做168断食法 或者是那个壁骨 壁骨 这个P-Tonic可以拿来喝吗 可以 可以 P-Tonic可以打当水喝 你可以拿来做壁骨 也可以做168 就是我们讲 那个禁食168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这样子 他的喝法也是这样 一个小时喝一杯 对一杯 是的 然后过后 更好 一个小时一杯 过后在半中间的时候 喝饮用那个碱性水 是OK的 对吗 你喝碱性水 是要过了15分钟过后 喝了P-Tonic 15分钟后才喝碱性水 然后间中有没有讲 喝温水会比较好 还是 当然永远喝温水是最好的 你要根据你的身体的温度 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身体永远 说什么东西都在37度 我说一个简单例子 有很多人 他告诉我 他喜欢喝冷 睡冷气 冷气房 我就讲 你睡冷气房 你就要喝很多水 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要保持37度 偏偏我们把那个冷气的温度 降到16度 19度 很冷 又要盖背 你要明白 身体一定要保温的 保持37度 我们喝 我们睡得太冷的时候 身体为了让它可以滚起来 它要烧你的血 保持37度 你不要把它降到19度 它保持37度 你不是烧水 要烧了很多 流气了很多蒸气 你去爆一水 一爆壶的时候 你爆水的时候 会不会发现到 我爆一 litre的水 一定少了几十ml的 为什么 变成蒸气 身体也是一样的 蒸发了 对啊 蒸发 所以你问我的话 你们要做168也好 要做壁骨也好 你可以喝Bitonic 同时间也鼓励你们 尽量可以的话 喝温水 37到48度都OK的 你要喝热水是可以的 你喝热水更好 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不要一大杯喝 因为如果你讲 我喝很多水 一口把它喝完它 也没有效果的 你要去咬那个水 跟吃饭一样 去咬那个水 所以你喝热水反而更好 这样子如果Bitonic 小孩子喝 他讲很酸吗 如果是烧蜜汤喝 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啦 可以没问题 OK 但是你要明白 小朋友喝到很酸 主要原因是 他很少喝酸的东西 第二可能性 他的心脏不好 刚才我讲过 舌头 有些人喝下去 他开始 哇很酸 一就是小肠不好 一就是心脏不好 这是跟我们的舌头的器官 是有连带关系的 OK 谢谢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有其他人吗 好 请问大家 如果还没有 没有人去他讯问的时候 我做一些提问 请问大家觉得 今天的十个问题 有解答你大部分的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 可以给我三条五吗 就是Bitonic这个问答题 今天的第二场 有帮大家解答Bitonic的疑问吗 有的话 给我打三条五 好 感恩 最主要的话 我们一直不断的改善 改良 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学到更多的东西 尤其是针对Bitonic的认知 还有学习 当然还是一句话 学了之后 我们希望你实践 真的这些应用 深入了解Bitonic 可以怎样帮助你 像Jackson问的 什么168 壁股 这些我都可以帮你们解答 因为我有做 然后也做很多次 都有这种心得 可以跟你们分享的 好 其他的还有疑问吗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给大家 问你们心中的疑问 对啊对啊 我们看还有谁 在刚才听的 SK老师 真的是很专业性的 让我们分享 毕竟都会 学了很多 可能 见证啊 可能有一些 比较疑问 还是朋友啊 还是 就是经过喝了Bitonic 的体验啊 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也没问题 因为是 互相学习的一个平台 好 可是包 这样的一个观念 跟态度来 对了 来跟大家一起 OK 好 看啊 还有吗 是的 好 针对公公婆婆的 爸爸妈妈的 我强烈鼓励 你们要赔 小小的培养 好来 Sam 我散啊 我想问一下 市面上 我有听到你说 有一些一神经 有分做男女的 以前是女人喝的 一些男人喝的 去有这样的 这样的区别 如果真正去深入了解 是的确有的 不过 这是要很高 很大的工程 要做很多的种类分类 然后你的生产过程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不觉得值得 他们去考量 做这样的东西 可以明白吗 明白 来 我做一个简单例子 曾经 我弟弟 那时候我鼓励他去做 就是说做那些 医学的 卖医学的那些药物 OK 就是参加那些公司 后来他有个 分享一个心得 他们觉得这些都是 叫做商业的策略 加上他给我看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的 我看那边写洗脸的 像你看这个粉红色 是写什么的 它这个是洗下体的 这个是针对女人的 这一个是洗脸的 一个来洗下体的 但是如果你去研究 它的成分 你去嗅它的味道 你去尝试用它的话 它东西是一样的 它只是分区 就是一个是蓝色 洗脸 一个是粉红色 洗你的下体 可以明白吗 有时这是生意的模式 他们的行销策略 但是你问我的话 真的要做到 男女分类的话 一 我看了这样多的课程 科学家的分解 是有这样的分析 不过不值一提 不需要 可以明白吗 我是看到一个 那个女人在介绍 什么一神经 有分到哪里 应该是这样讲 如果你讲 维生素来讲 维生素来讲 这样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 你缺乏维大命E 因为女人来精 她们的技术 她们的 她们的那个 她们的那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 切的质源比男人多 因为她们需要 每28天换血 就是她们来精 要换血 所以她们切的质源比男人多 所以她们要补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是直接 比如说 你切维大命E 或者你切维大命E 你喝多点椰油 她一定会帮助的 但是你没有看说 男的喝多少杯维大命E 或者是喝多少杯椰油 女的喝多少杯椰油 没有这样的分类 因为人体大部分都一样 除了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是我们男人有羊 有这个羊聚 女人是有阴体 然后他们有乳房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整体来讲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这样分类到这样细 除非她做的是疗法 比如说讲stem cell 但是你问我stem cell 我们讲干细胞了 也没有做到这样细 没有可能的 很少了 三 好 谢谢 不过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只是解释给你听 是有的 不过不值一提 为什么 工程太浩大 要用的资源很多 然后你要把它去分生产的时候 已经是个很大的挑战了的 所以没有做这个环节 也不鼓励做这样的环节 其他人还有什么疑问吗 还有的话就进来询问 SK老师 是 OK 这边是有讨论 之前有讨论过 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stem cell 有一路来就是打这个stem cell 一路来现在很流行 就是说连打都不用打 又贴也可以 又服用也可以 那种方式 跟我们的益神经 应该是细细相关 这个东西 如果是做比较 不可以跟它扯一起 因为stem cell是针对性的 stem cell现在分成两种 现在如果你正了解 stem cell已经进入第六代了的 什么叫第六代呢 他们已经做到一种研究 就是我把你手指切掉 我打一个针 它会重生 那种是第六代 现在你补给看的话 有两种 一种是用动物的胚胎 另一种是用人体胎儿的胚胎 我们叫progenital stem cell第五代 补给都是用那一种的 但是他们是针对性的 就是希望你的细胞可以还原 它跟益神经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跟stem cell 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有间接的关系 不过你要记得 干细胞在身体里面 它的存活力只有60天 给你打的时候可以打6000 他们叫6000万到一个亿 不过它是寿命其实有极限的 它是在短期里面 让你的身体一些 睡觉的细胞 给它活化起来 但是跟我们讲的细菌 没有关系 我们的细菌 讲一生菌的时候 是可以修补DNA 它可以把我们的断粒酶 我们讲那个线粒体 就是mitocondria 可以保持原状 因为我们要的是叫抗氧剂 保持那个细胞活化起来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主题 对 现在干细胞 你看到很多人 讲有的刺的 那个刺是气活 让你的干细胞 有机会兴起来 但是它不像直接活性的打进去 来的效果比较强 或者比较好 不过你要小心 因为我也是最近接触到很多人 讲的干细胞都伟大 不过他讲 不可以打 不可以打 cancer patient 或者是癌症病人 当然吗 他为了让这个东西跑得快 他就放了一些技术在里面 就是hormone 我们是不要有hormone的 我们是不要有hormone的 但是你看很多人 就打一个hormone在里面 突然间给一个 本来没有癌症的 突然间爆发癌症 为什么 因为技术在强化 我们叫做mplify 就是把它强化 那个癌细胞的 那个活动 肝细胞不应该有这东西发生的 如果你真正了解肝细胞 我就算是癌症病人 我打肝细胞 他会帮我活化起来 但是偏偏有人打了的话 癌细胞更严重 或者是完蛋了 也有 因为很多时候 不好意思 你再讲 就是同时他 激发了正常的细胞 也在发展癌细胞 对了 对了 两方面都会去进行 因为它不分的 是这样的 因为它们不是用 纯的干细胞 它不是纯净的干细胞 它是在里面加了东西 其中一个最主级的 就是要你看到效果 就是放了荷尔蒙在里面 技术 给你看到 你看我精神饱满了的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 它是领袖来的 他们那时候卖一个公司 看西班家 哇你看我们男人多装 我说六个以后 你找我了 六个以后 他整个人垮掉完了的 为什么 因为他用那个技术 来刺激他们的 他们那个 那个身体的那个潜能 也是刺激技术 你问我的话 就好像 你一直在消耗你的资源 所以消耗六个以后 你没有资源了 好消耗了 你不开始垮了 哦 可以 就是说你拼命吃干细胞 你做的不对 吃的不对 方法也不对 你会导致你的身体 更消耗的更快 有些好像吃了 上瘾了的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 保持炎状 他不打的话 你看会发生什么模式 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言理的话 我用另一个讲法 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一个长者 他已经是六七十岁了的 看起来很健壮 然后他可以做Yoga 很多的Posture 那时候我 我开始第一个 去了解身体的 身体的是骨架 就是从脚弓开始 我就跟他讲 根据我看到你的脚 你的脚是很糟糕 而且你的身体骨架很多问题的 他讲 没有 我没有问题的 我吃很多保健品的 我就跟他讲 假设我叫你停止吃两个礼拜 你会发生什么事 不可能 一停止两个礼拜 我就全身痛了 你没不好意思吗 就是你要吃东西 来让你的身体没有问题 跟我现在状况一样 我很清楚知道 很多产品吃了会很好 但是假设我是 已经窃现的时候 我要做的工作 是比人家多几倍 或者更多 就是我要下的功夫 比人家更多 为什么 因为我的 吸引不完整 你要问我怎样解决 喝很多益生菌 或者是要打干细胞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明白吧 西文不好意思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还有一点 刚才你讲 用完脂炎 脂炎就是我们身体 本来有的脂炎 还是什么 对呀 身体本来有的脂炎 本来的脂炎 这样你看 我最简单一词 为什么 现在的人 包括小朋友 开始脚变形 本来直直的脚 可以变O型腿 可以变打叉腿 就是一直消耗 那个骨头的 那个我叫做钙离子 对 所以你 你突然间 你不见了 身体讲不可以 一定要补回去 你吃的东西 要跟你补回去 但是你吃的东西 又不够 所以补的时候 又乱乱补 所以变成有骨刺 然后补的死因 就会不变成正常了的 这个就是DNA 受影响了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有骨骼失踪症 为什么中国人讲 人老脚先摔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大部分的毒素 地形势力把它拉下来 又消耗你骨头里面 很多的脂炎 假设有一天 你脂炎没有了的时候 你要打一个喷气 跌在地上 你就骨折了 或者断骨头了 OK 可以明白吗 这就是消耗脂炎吗 我们现在人 如果讲很足够 像那个gas筒样 gas筒很满 OK 我们一直消耗掉 突然间 这个人本来可以70岁的 为什么50岁就走了 因为他消耗 那个gas筒的脂炎 你脂炎没有了 OK 可以明白那个原理吗 有些人可以 长命百岁的 就是因为生活 作息不对 方法不对 一直消耗身体的能量 睡觉不睡觉 吃东西不对 所以过度 过度用身体的能量 有一天本来可以 活100岁的 可能减少到50岁 原理就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要喝Pitonic Pitonic就是一直 让我们保持 然后让我们 还原我们的身体 不要给它退化 刚才我讲了 发酵 你要身体发酵 还是你要身体发臭 如果你不照顾的话 你的身体质炎越少 这样你的细菌 坏的细菌 就在里面 一直吃你的身体 有一天你发现到 我不对劲了 我身体没有能量了 我没有专注力了 我开始有老人痴呆症 或者是骨头的问题 或者有脂肪肝 都是因为身体 是正常的操作了的 就算你跟我讲 stem cell 吃的 吃的那个只是 我们叫stem tech 有一种名称叫stem tech 就是你用那个科技 来启发它 当然便宜过 你去打直接的 活性的stem cell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stem cell 跟一生菌 是不可以 不是直接的关系 对 好 我们先去搞清楚 对 刚才你有提到 我们身体的资源 最大的资源 我相信最大的质疑 还是我们讲骨髓 是不是 对 我们的骨头 骨髓 骨头 你要有骨头 才有骨髓 不是有骨髓 还有骨头 你骨头不漂亮 开始松掉了 就没有骨髓了 没有骨髓 就没有办法生产 血液了 所以为什么 你讲中国人讲 养生之道 在于胜 胜 胜 足水 水足骨 骨足 骨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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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血 讲回去 就是你如果没有水 你就没有办法 去制造你漂亮的骨头 像一个建筑楼 我要起一间屋子 我给你泥 我给你沙 我给你白 那个叫做 limestone 就是白灰 但是我给你 勾行的水去制造 你是会有问题的 你水的结合体 就有问题了 所以中国人 为什么讲 养生之道 在于胜 胜足水 水足骨 骨足骨头 骨头足骨垂 骨垂足血 所以你问我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我们的骨头 但是骨头要漂亮 要跟水 要跟我们圣有关系 这是中国人的 在皇帝内经在讲了的 OK 这样 这个骨 骨头方面 就是前提的骨头 还是只是 最追骨的骨头那边 整个身体的骨头 整个身体的骨头 不是单单骨头 全身的骨头 有没有看 或者我用一个简单的 明白 给你们明白 因为看过有些女人 她身材很苗条 她的盘骨很OK的 但是孩子越生越多 她的盘骨就越来大 就是皮股越来大 不是皮股大 是盘骨大 为什么 因为baby要制造骨头 要制造脊椎骨 需要很多妈妈骨头里面的资源 如果妈妈吃得不好 就一直出了 又补回去 所以越补 那个皮股就越大 就是骨头 骨头就是要 就是要钙离子 OK 就是全体的骨头 对 全体的骨头 尤其更要照顾 脚的骨头 明白 OK 还有其他疑问吗 今天大家都好学生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已经学到很多东西 不需要再问了 OK 看线上还有谁 随意都可以罢问 是 你有什么疑问要学的 就尽量问 SK老师前方面都可以 帮我们解答 各方面的一些 问题我们面对的 我的认知只是在 实践那边罢了 不是科学家 如果你问很细东西 我就没办法解答你们 但是我尽我免力 可以解答 就是让你们用比较白话的 生活化的应用法 OK 有吗 现场有谁要发问的吗 如果是没有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讨论 就是扣外地多好 OK 关系到之前 我们有疫情嘛 疫情的时候 同时就是很多这些 各方面的疫苗 就出现 来解决 就是人类的问题嘛 最近有很多病毒 各方面的那些 我们所谓就是很多 中疗流感 各方面的疫情也好 什么病毒也好 在报章跟资讯都好 都不会再讲起 这个疫苗了 好像是没有看到 说疫苗怎么抑制 各方面的一些 疫情 这个病毒 到底疫苗是对我们人体 是应该是有限度 如果是要讲改善跟帮助 是不是这样 因为疫苗 现在是很少提起这个 为什么不提起呢 是因为如果你真正了解 疫苗的制造的过程和 制造到实践 就是测试 直到有数据化 统计化 统计学 才可以见证它的安全性 而我们这次突发的2020年 这个疫苗来得太快 就好像我每次很喜欢用癌症 不是讲癌症 那个艾滋病 艾滋病到现在 都没有疫苗可以解决 你觉得艾滋病有多少年了 已经很多年了 它不比 它以前会比 你会看到一个特点 就是以前艾滋病 一个人种的 素体里面 就是我的身体 种了艾滋病 我没有机会活了的 我就拜拜了的 但是如果你真正发现到 突然间你发现到 现在艾滋病不可怕了的 因为你会发现到 艾滋病这些素体 就是氢化我们素体的细菌 它为了大家可以共存 你会发现到我们共存 它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过他们还是在研究这个疫苗 你最近也是有看到 我们马来西亚在推广 这个所谓的Edith的疫苗 听过吗 Edith的疫苗啊 Dengue的疫苗 Dengue的疫苗你听过吗 你觉得我会去打疫苗吗 你觉得我会去打Dengue疫苗吗 不会了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我们都有实验了吗 只要我中了的话 我只要一天里面喝两罐 每一个15分钟喝一杯 我一天里面就可以 我把我写小版的问题 全部处理到完了的 我靠我身体制造那个疫苗 好过我要靠外来的东西 我们靠外来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的身体 不认识那个吸筋的感染 尤其我们针对什么 我们讲那个T-cell B-cell 那个Microfase就是垃圾的 很多很多的 然后Natural K-cell 他们本身就是要制造一个菌团 来对抗这些外来侵犯者 靠什么 靠一个T-cell 还有靠一个B-cell 他们一定要有这个研究 就在我身体里面制造这个免疫 但是他经过很多次的打仗 打到赢了之后 他就有记载这些资料库 以后有外来侵犯者 我们的探子去看 不用紧张了 中过了的我们只要丢我们的疫苗 就可以解决了的 但是近时近刻 为什么疫苗不成功不成熟 就是因为他们的实验期太短 第二个 他们也没有去了解 现在的人 就是现在人的体质 跟50年前人的体质不一样 50年的体质 我们是很多资源 现在我们的资源也很少 所以你看为什么重病的 慢性疾病的 癌症病人的突发次数 还有那个次数越来越高 就好像我每次讲 每个地球人就有一个脂肪肝 你现在看老人痴态症 癌症的病发 现在倍增了30倍40倍 甚至会跟你讲 2050年 对 2050年 对不起 2030年 每10个人里面 有9个人已经开始有癌细胞了的 癌细胞本来就有 只是多严重罢了 你没有做预防工作 甚至如果你有看现在很多的议员家讲 新冠确诊就是这个coronavirus 它已经很够力了的 但是我们将会面对5倍更厉害的病毒了的 为什么 地球温热 北极南极已经开始冰冻软化 所以里面隐藏的可能几十万年前 几亿年前的细菌 可能更严重的话 开始会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不提高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免疫力 我们就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OK 就是说 就是说北极南极各方面的那个细菌 它是会对人类有贡献 还是一定可能有贡献 但是你明白 82定例的话 通常细菌80%都是对我们有害的 如果你有听过我曾经讲的 你看我们很喜欢在新冠切诊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用alcohol 喷手喷脚喷身全部来喷 然后喷到手烂了 为什么 他用错了alcohol 没有人教育你 你要用IBS的alcohol 就是你喷什么东西的好 不会伤害你的皮肤 不要讲那个时候 在2003年SAS的时候 我的那时候因为我做精明学校 很多家长 尤其是那个家县问我 可以拍alcohol吗 我说最好不要 等下你每个小朋友就手烂 又手脱皮 突然间会肯定生病 因为alcohol 它可以杀菌的话 它也可以杀掉你身体的蛋白质 只是量速的问题罢了 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你们 因为有些人 真的是把它当习惯了 你知道吗 一进他车就跟我全身喷 他就手那边喷那边喷 喷到你一天会出病 为什么 而且你用的alcohol 你是用什么alcohol 你用的是生物的alcohol还是食品alcohol 有分别的 我们没有去分别 有些人没有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用alcohol的 就算我用我的alcohol 我们叫做IBS 碰在我的手 我就不用担心太多 但是我少碰 我是碰在吗 在仪器那边杀菌罢了 但是有很多方法的 对啊 明白 最基本还是说我们本身的身体 一定有这个资源 我们加强查 不要给它泄露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概念 所以真的是不明不白 当然我鼓励 我还是鼓励这件事 如果你们上飞机 尤其是你跑国际飞机的时候 你们就算在飞机里面 最好有戴口罩 最好有 因为你不懂谁戴什么军 而且空气在里面循环 就算你抵抗力多强的话 我还是鼓励你们戴口罩的 除非你很清楚 你知道你在本地做什么 如果你是上飞机 去带异国 去带人家国家 最好有戴口罩 因为除非你是公开的 如果是循环的话 最好戴口罩 我是这样强烈的鼓励 来预防很多的问题 明白 OK 还有一个论言 他们有做一个分析跟论言 说长期戴口罩 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的节奏 当然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是习惯性 到哪里都是戴口罩的 除非在家里 外面到处都是戴口罩 在想可能这个会影响 一个呼吸的一个循环 肯定的 肯定的 60次罢了 就给这个身体的一个吸收 这个环节 我们来了解 我们来讲口罩 我们了解两个状况 一个口罩的实现是4个小时 你现在看一个人戴口罩 戴多久 超过4个小时 你吐什么就吸什么回去 第二你要记得你口罩要 你要换 你要吐出的是二氧化碳 吸回去你的氧气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 如果你叫我 人家 叫人家讲天才的呼吸 我是鼓励人家吸回一些CO2 因为你吸CO2 你就会自己刺激 我们叫做会刺激一个 一个 它会启动一个机制 让我的脑袋吸大量的氧气 好失来的 但是如果你每天这样做 重复性的做 它变习惯的话 它都不懂你要吸什么东西 而且你一直吸回二氧化碳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 体力很糟糕 就是因为没有循环 这要讲去循环那个氧气 和CO2 就是二氧化碳的交替 但是你不要讲这个 我就做一个简单一句 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叫Fedder Highway 我们讲基隆坡的Fedder Highway 你试试看一下 你从早上到5点钟 你在马路这样寻回走 从把身走到GKLKL 走回把身 就八个小时里面 你去验下你的肺会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讲 你中癌症的距离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 因为除了肺气之外 就是一氧化碳 最糟糕的是 轮胎在摩擦的时候 那个萎缩料吸到我们的肺里面 塞住你的肺 这个有影响 很多 所以很多人只看一点东西 空气 那只 没办法的 如果你就算盖口罩 除非你戴的是完全 好像3M那种 你有100%保障 但是你会呼吸不良 因为它卡 它封住你了 有好有坏 一定你问我的话 戴口罩 长期这样戴肯定坏出很多 对啊 有一个报导这样子 是医学界在报导说 长期将戴口罩 因为很多人习惯性了嘛 反正就是 对啊 对啊 以为是在防这个病毒 对啊 我们唯一就是可以 就是不管什么病毒都好 我们到处都有啊 我们防备了 就是加强自己 加强自己的免疫力 才是功夫 对了 对了 是这样 真伪了 正确的讲法啦 就是正确的讲法 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当然必须要戴 还是鼓励戴 但是我会觉得很惊讶 有些人戴着口罩 在车里面加车 有必要吗 我看很多 在车里面 在车里面也要戴口罩 他也不记得 他口罩可以戴多个小时 四个小时期限 对啊 没有一个口罩 可以超过四个小时 也就说你一天 本来应该换两个口罩了 有的是习惯性 不舍得换 有的就是 挺没麻烦 有的就是这样子了 变成 也有人这样的 他拿去外面太阳晒 他想觉得晒就够了 下来就行 也有的 但是他忘记了 那个尸体啊 但是有些人更好笑 他用了之后 他拿Alcohol碰 我跟里面也试过 你Alcohol碰 你倒水的话 他漏了 你把里面的那些 保护膜 已经跟他融化了 因为Alcohol就是融人的东西 变成你在吸回气 你穿动了 那个口罩已经不是口罩了的 他没有保护膜了的 你不相信的话 你拿一个口罩放水 他就防水的 他是防水的 你在口罩下面 碰那个Alcohol 他一个穿动的 会漏水的 所以我 之前我 因为我做纳米 我自己做纳米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看 我的口罩可以用三天 因为什么 我会拿来用我的纳米 是有那个 我们叫Ditanium 来碰 碰了之后 我们保证 你不会看到任何 不会看到任何尸体的 因为它的纳米已经溶解掉 把那个尸体溶解掉了的 而且那个口罩 拿去晒干它 再重新用回 不会担心的 因为Ditanium 三种东西 Copper Ditanium 还有一个Silver Silver是水银 以前流行是水银 后来水银有益 水银太贵了 金和银是贵的吗 银的 水银的问题 银啊 对不起 讲错了 银不是水银 银 Silver Silver的问题呢 就是太贵了 而且很多假冒的 现在流行 你会看到人家 用Copper Copper一流 但是Copper非常的贵 Copper就是铜 就是我们做电的那种铜 它很好 但是很贵很贵 最便宜是Ditanium 这用在哪一个地方啊 我们喷手咯 喷在玩具啊 喷在你的手机啊 手机的荧幕啊 就不担心它会有污软啊 摸 我们做个实验啊 那时候 MCO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拿来喷手 我们用Swipe Test OK 我就算四个小时后 我拿我的那个Swipe Test 来Swipe 而且这个Swipe Test 应该是 类似的 一摸的时候会看到 几乎没有看到 是已经肝软的 OK 很多很多选择了 只是告诉你 方法很多种 所以我不会贸贸然 给我也叫 要你们用那个Alcohol 很多人就是直接这样用了的 太不管了 所以你不可以怪他 想你本来不应该生病的 变成会生病 因为多方面你被误软了 OK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 关系到这个空气啊 因为我们有讲 空气中有这个 艳阳跟耗阳嘛 我们的是艳阳嘛 就是我们的B2E3G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 我们的CG是艳阳的 OK 所以现在无处不在嘛 就是包括空间啊 我们睡觉房间各方面都有嘛 所以现在很多 我们市场上很流行 这个Purified Air Purified 就是净化 净化剂 这个放在房间各方面 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个方面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答案 因为你要看它的技术 有些技术只是过滤那个灰尘罢了的 这样你Aircon也可以做到了的 你的Aircon就有过滤器了的吗 它本来就过滤嘛 它会尽量给你新鲜的空气嘛 冷气嘛 但是如果你那个过滤网 你不洗干净的话 你怎样干净都没有用的啊 它也是会渗透到你的机械里面 也会把很多东西拿出来嘛 除非你找到好像有一些Aircon 有的纳米 它叫做Nano Sorry啊 我们叫做Naclit Iron Nano 负离子啊 除非它的技术有负离子 它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有抗氧剂 高抗氧化 可以把这些环境的污软 跟它综合掉 这样就OK 嗯嗯嗯 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最传统的啦 听过水晶灯吗 严晶灯 严晶灯 Crystal Shotland 这个本来就是很有效的 对对对 你买一个小小的 当然小的越大越好啦 但是你的灯一定要够热咯 所以为什么 环境的水 氧气 空气有很多水分 它跟你有接触的时候 经过热能 它就把它变成离子性 我们叫做负离子 它就可以把周围的 暗战东西沉淀 它会把周围的 把那个矽径 跟它干掉 这个这个 眼灯啊 眼镜灯 我们叫Crystal Shotland 里面放一个 一个什么了吗 一个热能 要发热的灯 不是用那些LED灯 要发热的 所以那个是 我们叫做Filipment 就是我们讲那个 黄灯 要热的 因为你要的 你要明白 盐镜灯本来就是 盐来的 它是在高山里面 经过几千万年的压迫 变成一块盐块 只是你家里面 弄一个洞 或者你用热的东西 晒它 它就会产生负离子 只要有水 只要水经过热能 一摩擦那个盐 它就变成负离子了的 你不相信 另一个我讲法呢 就是 如果你们生病 也严重的话 你们有机会 你可以去车 那些瀑布 Waterfall 你坐在那个 Waterfall 就是瀑布的旁边 坐在那边 你会看到 我在那边睡觉也好 休息也好 半个小时后 突然间 你会觉得你精神饱满 这个是我可以见证的 我们一不舒服 你去瀑布那边坐下来 或者 你在瀑布那边 包括你冲凉 你一直冲一直冲的话 突然间你会觉得 哇 这么我这样累的 为什么 它把你都树排出去 你不要小看瀑布 瀑布的摩擦 那个石头的时候 会生产很多那些 我们叫做负离子 负离子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要的就是综合掉 我们的自由基 其中一个方法 很多方法的 大自然本来就是 给我们免费的东西的 你身体很多负能量 你去踏草地 它就把你负能量消耗掉 它就给你正能量 好的能量 OK明白 谢谢 就是现在很多人忘记了 尤其小朋友 为什么要来糟糕 没有接触大自然 所以我们要互相提醒 在各方面 就是一谈起 尽管SK老师解释 我们更了解 本来它是很好的东西 就是没有经过一些指导 解释 根本就不中用 好像我认识一些长者 他跟他讲 我没有力 我讲不用 没有力的 你家里有草地 我讲草地很多泥土 草地很多 很多蚯蚓 又很多肥沃的泥土 你只要拿一个椅子 坐在那边 两只脚侧脚 踏在地上 晒太阳 我是保证你越来越好 你不用动 很简单的 大自然给你免费的东西 就是不要用 整天跟我讲 肮脏 很多细菌 你忘记了 你的免疫是更重要吗 对 明白 OK SK老师 来 请问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好像 这个口罩 刚才提到那个口罩 我们可以不可以 好像第一次用的时候 再洗了 晒干 再用 不可以 它的夹构 不允许我们洗的 这种口罩是不可以来洗的 它不是布料 不可以 不可以 凡是口罩 是不能够洗了 再用了 洗了 你就破坏它的夹构了的 而且你是 你是在滋润 更多的细菌感染了的 哦 啊 要用了 再 去晒一下 可以用第二次吗 也不鼓励 除非你 你用到纳米来洗干净它 所谓的纳米 是喷干净它了 我以前用的口罩 是循环用两三天的 哦 循环用两三天 为什么 因为我有技术吗 我喷了之后 它纳米干净了 我来晒太阳弄干它 我就可以再用过了的 我不会有什么东西的 纳米纳米 你要明白纳米科技 纳米科技就是说 反正榴莲这样 为什么榴莲不可以放在雪橱 为什么榴莲不可以放在冷气房 不可以放在车里面 因为榴莲是一种纳米的技术来的 然后你这个纳米强到 我们的它的那个小分子 榴莲的小分子 可以在空气里面循环 跟着我们的冷气循环 但是生物久了 越久就越臭 因为还烂的嘛 所以你会觉得 为什么榴莲不可以放在冷气房 榴莲不可以放在车里面 否则我车很臭 因为它的小分子 小到是纳米的技术 你要明白 人家叫榴莲是果王之王 山竹是果王之后 山竹的特点是什么 不是因为它配榴莲 而是它的山竹质 不可以弄脏你的衣服 它的渗透的那个液体 是小分子 是纳米科技 可以进入你的纤维 是用普通的洗液 是洗不干净的 因为它是纳米的 如果你知道Betai Betai也是纳米的 Betai你吃了之后 它吃了我们的肾脏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小边 排边都有一个 有那个Betai的味道 因为它很小分子 它是纳米的 再来讲荷叶 最好玩的荷叶 水都沾不到那个荷叶 为什么 它的小分子小到 那个粗糙的 那个水分 都没有办法勾在那个叶 那个树叶的那个表面 因为它太滑了 所以全世界第一个 纳米的产品是马桶 也就是说你怎样排得好 我不担心 它不会连在那个马桶上 不像你看有一些 它会连在马桶上 因为它的表面很粗糙 它不是纳米的技术 哦 纳米确实是这样子的意思 对 像我讲的 纳米如果你真了解 它没什么特别 就是小分子很小 小到没有东西 可以粘上去 你以后买的衣服 是纳米的话 你不用探衣服了的 你两个月 你不用洗衣服了 都无所谓 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渗透在衣服里面 但是它又可以偷弃的 你看最新的科技 甚至纳米 你拿什么东西吃下去 你吃下去串了洞 没关系的 你只要用你的手气 用热能跟它磨下去 它的纳米 就会跟它结合起来的 这最新的科技 老师再问一个问题 可以请问 有些人 因为他中了COVID-19 是不是他去打疫苗 你打了疫苗 后来那个副作用太厉害 所以他有很多病 差点死掉这样 那我们要怎样 劝他喝这个Bitonin 怎样劝他喝Bitonin 你刚才讲 一个人为什么出来 出篮间打了疫苗 会有很多后遗症 因为他的体质 本来就不好了 所以他身体的造血功能 还有制造这些免疫的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造 你想象一下 假设我的血 从我的骨垂出来 要循环121天 就是一直在用121天 但是如果我问你一个鱼缸 你试试看一下 一个鱼缸 120天不洗 那个鱼缸会怎么样 会臭 会臭吗 那个鱼不舒服了的 你会看到很多脏东西 有分边 那个鱼的尿 很脏对不对 所以想象 本来这个处理的工作 是靠什么 靠我们的过滤器 那个鱼缸里面 那个过滤器 它跟你过滤吗 它经过过滤网吗 但是这个121天里面 你什么都不做 连过滤网也不清理干净 它不越循环越脏 同样的道理 那个人本来解读的功能 已经糟糕了 大便 对不起 大肠里面有很多 肮脏东西 你突然间跑去 打一个疫苗 肯定你会有 很多后遗症 为什么 它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资源 去制造新的疫苗 还有制造新血 所以你看很多人 有这个后面的问题 就是因为前面 他身体不干净 他身体没有那个资格 去面对这个疫苗的 那个索取 可以明白吗 所以你问我的话 他更要喝 为什么 他需要时间去把他身体 再调整 我们叫调理 轻调补防 你要从那边开始 否则的话 这个后遗症是永久性的 这样他吃 不通 你不是要吃相当久一些 对啊 可以这样讲 所以为什么 所以大家要记得 所以有很多种排毒法 你可以排干毒 你可以排大肠毒 你可以排你的肾脏毒 你要有不同种类的方法 如果你讲我纯粹靠益生菌 不是不可能 你只要大量喝 喝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如果你正问我 还是可以的 只要你每天要一关 喝住三个月到四个月 你会完全好像更新了 因为你的血 照血功能 血在我们身体 只保留120天罢了 120天就四个月 这样你就给你的肝 有机会 重新再更新 Reset Reborn 谢谢 不客气 好了 OK 谢谢 刚才还有谁 要8万 如果是没有 对 有这个问题 这边 便秘要怎样喝 便秘呢 一样的 如果你有便秘的话 上个礼拜我讲过了 一你要喝足够的水 你要有我们叫做纤维 他们正常叫indoline 或你要吃很多那些益生盐 你要喝 还有吃很多那个素菜水果 当然你要喝很多益生菌 喝多少 鼓励你是最好一天 至少三杯 到五杯 你要更快的话 最好一天一罐 当然要看你自己身体的反应 现在这边 我是解答给你听 便秘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基本一定要喝很多很多水 OK 很多人为什么排不到边 水都喝不够 再来 当然 我讲我喝水 但是要记得 我讲的水是单纯是水 最好是好水 不要怎么喝咖啡太多了 珍珠奶茶了 那个可口可乐了 甜味的东西一定要少喝 甜的东西一定要少喝 现在甜不是代表你吃很多糖 也是吃了很多精致的淀粉质 carbohydrate 淀粉质 第三 你吃的食物里面 不是普通的糖 而是很高的糖酱 也会导致你会有便秘的 为什么 我们在滋润这些坏菌的生产 这复制 OK吗 没事 好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SK 来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那个益生菌 它是吃那个益生盐 对 好的 它吃了一身盐 它会大便产生一个叫做固身盐 有这样的东西 是有 但是我不明白 我还没有在意看 这个我有听说过 但是我没有深入了解 我就看到 这么一身菌 吃了一身盐 产生固身盐 那个固身盐 也是有作用 我不知道 OK 坦白讲 坦白讲 你如果真了解 我们身体就像一个城市 这样 是一个生态链来的 你给它什么东西 它会去产生很多脂炎 像我们基本的话 就是有很多青分子 我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喝一身菌 就是要很多抗氧剂 免费的抗氧剂 我不需要去外来 去喝很多清水 就是我们讲 Hydrogen water 我不用刻意讲 我去吸很多Hydrogen gas 不需要的 如果 当然你有全部是最好 这样你减少你身体的 身体生病的那个激励 OK 有很多 第二 你要清楚一件事呢 就是 现在的一身菌 它本身就是要从 本来应该从泥土那边 索取的 靠什么 靠植物 然后植物有了 我就吃蔬菜 或者是我靠动物 吃了那蔬菜 我去吃那个蔬菜 但是我们的挑战 现在是 我们几乎吃的每样东西 都有农药 而且它的那个营养素 非常非常低 我每次都讲嘛 为什么要吃保健品 因为25年前 你吃一粒草莓 今天你要吃一公斤的草莓 才等于 25年前 一粒草莓的营养价值 如果你吃一树薯 25年前你吃一条一树薯 今天你要吃 18条 才得到一条一树薯的营养价值 也就是告诉大家 今天不管你吃什么 几乎都是每一个人是营养不良的 所以你看生病的距离也来高 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要大量吃一生菌 所以我上个礼拜讲了的 一生菌除了水和氧气 它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必需品了的 就算你讲你不喝一生菌 除非你吃很多一生盐 好像讲嘛 除非我吃什么 我吃很多鸡 我吃很多葱头 我吃很多蒜头 我吃很多香蕉 我吃很多水果类 它会产生很多的一生盐 三 没有 很好的 谢谢 不客气 OK 因为时间关系也是超过时间 没关系 我们都是在学习嘛 大家一起一些议题 都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是间接之间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生菌就对了 就是不管喝多喝少 只要有喝就是对了 因为看下去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 在场位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可以这么讲 所以一直鼓吹 我们就是这个概念来鼓吹大家 尤其一体就是比当地一生菌 OK 时间关系 来 我们就结束今晚上的一个分享 SK有什么要做总结吗 如果是 有吗 没有声音 我一起鼓励你们至少从中了解一生菌到底是可以这样帮他们 当然我也是鼓励一生菌肯定是个必需品 不过要结合不同的观念 就是来调整大家的心态 调整大家的健康 所以我要分享就到此 期待下个礼拜再跟你们碰面 感恩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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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上的会议我们打一个555啊 来感谢我们的SK老师的用心 打一个555 感恩感恩 晚安 来感谢我们的SK老师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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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OK 谢谢SK老师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